抱怨,是在损害自己的福报,人生在世,不如意之事事有八九,生活中,许多人都会有抱怨的习惯,殊不知抱怨的恶果很重,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。 古人云,已得抱怨,当你生起了抱怨的念头,千万要警觉,不要被这样负损耗的情绪所控制,回心反省,以一种欢喜心,淡然面对尘世烟雨,切莫因此而造下无可挽回之夜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佛学禅语。 消除抱怨心理,佛说,一念称心起,百万丈门开,佛家常讲,要戒掉贪称吃,生活中,有些人特别爱抱怨。 你抱怨别人也好,抱怨自己也罢,这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称心所致。 抱怨是造业的起因,世间诸多斗殴,毁坏,称杀等恶行,皆因抱怨,爱抱怨的人,内心会越来越阴暗,坏事不断,与好事无远。 有两个年轻人同时在一家公司求职,经理先把第一位求职者叫到办公室,问道,你觉得你之前的公司怎么样? 求职者面色阴郁地回答说,那里简直太糟糕了,同事之间勾心斗角,很难相处,部门主管促眼蛮横,已是压人,整个公司死气沉沉。 工作令人感到十分压抑,所以我想换个理想的地方,经理听后,说,我们这里恐怕不是你理想的乐土,然后,这个年轻人满面愁容地走了,经理同样问了第二个求职者这个问题,而他这样回答道,之前的公司很好,同事们带人热情,互相帮助,主管们平易近人,体贴下属,整个公司气氛都十分融洽,工作得很愉快, 如果不是想发挥我的特长,我真不想离开,听到这个回答,经理笑吟吟地说,你被录取了。 凡是莫抱怨,抱怨是一种负能量。 犹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于人无意,于己不利,于是无补。 自知者不愿人,知命者不愿天,愿人者穷,愿天者无智,抱怨是成功的天敌,抱怨是快乐的克星, 抱怨是弱者的标签,抱怨是人生的毒药。 物随心转,净由心造,万法为心,你的世界是由你创造出来的,你是阳光,你的世界就充满阳光,你有爱,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,你快乐,你就生活在笑声里。 同样,你每天抱怨,挑剔,指责,怨恨,你就生活在地狱里,一念到天堂,一念下地狱,生活不会因你抱怨而改变。 人生,不会因你惆怅而变化,反而你抱怨多了,愁的是自己,你惆怅多了,苦的还是自己,既然如此,何不微笑,既然这样,何必惆怅,人生在世,快乐是一生,忧愁也是一世,何不看开,愉快一点。 一切都是因果,佛约,欲知前是因,今生受者是,欲知来是果,今生作者是,每一种性格的背后都是一种因果,每一个优点的背后都是幸福,每一个缺点背后都是苦难。 一天,佛陀讲经说法,忽然叫起弟子阿南说道,你拿个童子,到前面无理路远的一个村庄里。 像在井边洗衣服的老妇人讨一桶水回来,态度要和善,阿南听后点点头,拿着筒向佛陀指的方向走去,过了一会儿,阿南走到了佛陀所说的村庄,果真有位老妇人在井边洗衣服。 于是,阿南作医问道,老人家,我可以向您讨一桶水吗?老妇人抬头看了阿南一眼,竟怒从心声,说道,不行,这井里的水只给村子里的人用,任何外人都不可以。 说完便赶阿南走,阿南苦苦求了半天,老妇人也无动于衷,阿南只能提着空桶走了,回去后,阿南把经过和佛陀说了一遍。 佛陀听后,示意阿南先坐下,然后又让弟子舍利福再去讨水,舍利福同阿南一样,到了村庄便看到井边有一位老妇人洗衣服,也作一问道,老人家,我可以向您讨一桶水吗?老妇人抬头看到舍利福心生愉悦,仿佛是看到了亲人一般,高兴地说道,可以,我帮你打水。 不仅如此,水打好后,老妇人还给舍利福拿了一些食物,让她路上吃,舍利福拿着食物喝水,回到了寺庙,也将经过告诉了佛陀,阿南问佛陀为何如此差别,佛陀开始道,前世。 这位老妇人是只老鼠,她死在路边,被烈日整日暴晒,当时阿南是个商人,路过看到死老鼠,心中起了嫌恶之心,掩逼而过。 而舍利福当时是个读书人,看到死老鼠,心生怜悯,便顺手捧了一把土,将其掩埋了。 前世因,今生果,别人今天所能拥有的,都是前世造的善业,你没有得到,是你过去造的善业还不够,佛经上说,心生,则种种法生,心灭,则种种法灭。 世间万法,都是由心念所产生的,所以,无论何时,都不要轻易去抱怨什么,而是要学会心存感恩。 慈悲待人,要有一颗随喜的心,感恩和随喜,是消除抱怨的最佳方法。 要知道,带着抱怨心做事,即使是好事,也无功德,常怀欢喜心行善,即使没成功,也有功德, 每个人生活环境不同,家庭背景不同,机遇情况不同,所以活法也不同,所以,无论处于何种境地,都不要抱怨事态,不能放弃底线, 不必极恨他人。 人们的性格,是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形成的,不同的生活经历,决定了我们的性格特点, 而我们的性格特点,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,因此,人们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背后,都有着自己的因果,一个人的优点,是因为他或他在过去的生活中, 曾经有过相应的修行或者经历,通过努力和坚持而获得的,这些优点会为人们带来好的影响和利益。 相反,如果一个人的性格缺陷过多,那么这些缺陷往往会带来相应的苦难和不幸。 一个性格良好的人往往拥有一坚强的内心,热爱助人,智慧,乐观向上等优点, 这些人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下保持镇定和自信,不轻易放弃。 他们的心态稳定,能够冷静面对问题。 他们善良,宽容,愿意帮助他人,他们具有较高的智慧,可以在生活中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。 他们乐观向上,时刻拥有积极的心态,能够鼓励和激励自己和身边的人员,激发他们的信心和勇气。 这些优点往往会让这些人在生活中受益不浅,然而,相反的,一个人的缺点也会成为他或他生活中的噩梦。 当一个人过于自私自利,自恋,好面子,通情达理不足等等缺点日益加深时, 就会让他或他感受到来自周围人的压力和不满,进而影响自己的生活。 每一个性格的背后都有因果,每一个缺点的背后都是苦难, 因为我们没有慈悲心,面对别人的苦难,我们没有产生悲心,都是真心。 如果想让未来更好,去嫉妒别人,未来肯定不会好,去随喜别人,随喜功德, 那么这份功德你也有,你也造了一份善业,你的未来也会更好。 生活中,很多人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说出抱怨的话, 其实,所有的愿语,不管是自怨自怜,还是抱怨别人,在佛门里都被称为恶语, 都属于身心所致,常常抱怨的人,实际上是在损害自己的福报。 抱怨别人,会产生什么果报呢?内心会越来越阴暗,内心阴暗,就会坏事不断,好事无缘。 有一些人,当遭遇事业,生活不顺之时,他们会抱怨同事,抱怨家庭,甚至抱怨国家,抱怨社会, 只有一个人没有想到去抱怨,那就是自己。 那么,怎么消解抱怨的心理呢?多说感恩的话,另外,一定要学会随喜,用随喜的心,去取代称心,取代极度的心。 有人会这样想,我也知道这些道理,但就是看不惯这个人,他没有我努力,方方面面都不如我,凭什么得到这些不该得到的东西? 我们看不惯别人,是因为别人的某些语言,行为,性格,让我们不适应,但是,我们忘了每一个性格的背后都有因果,每一个缺点的背后,都是苦难。 因为我们没有慈悲心,面对别人的苦难,我们没有产生悲心,都是真心。 比如,在一个公司里,大家在一起,某个人可能能力方面差一点,或者毛病习气多一点,我们就不愿意包容他,甚至排斥他, 讨厌他,欲出之二后快,其实就是称心所致,你不知道,他可能家庭很贫困,可能接受的家庭教育不够,本来就活得够苦了。 何必再去伤害他,像这样的情况,更应该给予他更多的爱和关怀。 一切都是因果,别人今天得到的是他过去造的善业,你没有得到,是你过去没有造这个业,你今天得到了,也不用得意, 那是你过去造的善业,现在敢过。 如果想让未来更好,去嫉妒别人,未来肯定不会好,去随喜别人,随喜功德,那么这份功德你也有,你也造了一份善业,你的未来也会更好。 以感恩,慈悲的心面对生活,生活才会充满阳光,心灵是一面镜子。 里面装着什么,取决于你面向哪里,收起抱怨的心,让心灵的镜子照相光明,让黑暗躲到角落里,眼不见心不凡,凡事都是优劣并存,多看好的一面,心就不会流泪,随喜转发,功德无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